你们要写一首就是 名字看起来会偏老一点的 两年前的时候 然后我的阿公就突然地离开了 其实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我有点吸掉那个猪蹄 猪蹄 阿巴卡巴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猪蹄爱四叶草 来自乐腾演绎 我要带给你们一首 我自己的原创 叫做老公公老婆婆 老夫老妻 你爱过的那些内容 我还是不想听 老公公你是老公公 老婆婆我是老婆婆 我们俩漫步走走 走到亚全都掉落 老公公你是老公公 老婆婆我是老太婆 我们俩不眠不休 爱我就不准一个人先走 爱我就不准一个人先走 爱我就请你一直走 爱我就请你一直走 我心中 我心中 你这么年轻 我看23岁 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写一首 应该写老公老婆之类的对吧 对吧 你这样写一首就是名字看起来会偏老一点的 是 这首歌的故事就是来自我阿嬷 我阿嬷常常就是会 一跟我阿公吵架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一直嫌弃我的阿公 要不是当初跟他相亲 我才不要嫁给那个什么大门牙 然后一直到两年前的时候 然后我的阿公就突然的离开了 其实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因为我阿公已经就是开始失智了 身体行动不方便 然后都是我阿嬷嘴上嫌弃 但是就是一直一直地在帮他做各种大小事情 或者是很难很难处理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种 哇可以一辈子的这种感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归 就是不朽的爱情 听起来很活泼的简单的旋律之下 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特别了不起 我特别喜欢 他说特别好 我的天 很激动 他记性真好 他记得就是说 你一般说很好就是礼貌 只有说他特别好 他还是真心垮 我们刚才看您资料 就是好想你那个歌也是你唱的 是不是 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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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里故里 好想你 真的嘻嘻嘻好想你 好想你 你们来 好想你 一起 好想你 我觉得猪猪 他的原创真的 我觉得我觉得肯定是他 而且他不唱歌都会带着一股 很吸引别人的那种感觉 我们教练团上一过后 一致认为获胜者是 猪猪 恭喜你 太死了 大胆了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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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